前台北县长周席伟阶级走访地方要抢下蓝营新北市长门票 不过现在却传出周席伟的假想敌 除了侯友宜还有另一位副市长李四川 我也希望国民党有越多的候选人出来参选越好 然后这个机制可以越公平公正公开 代表国民党是真的有许多的人才可以为国家来做服务 传出蓝营基层议员李长认为李四川民调 虽然没有侯友宜高但他列练经验足够 多数干部都觉得李四川出来选比侯友宜还要踏实 原本的周侯又多了李四川成了三角关系 我已经强调过了我想我们现在每一天就把市政的工作做好 那至于选举的工作选举的事情 国民党在吴主席的领导之下自有规划 谁是最佳交棒人选朱立伦不多谈 只不过当初呼声最高的侯友宜 迟迟不宣布参选 周锡伟摆出正式情经营 街头看板也越挂越多 但就是不直接说明要参选 也让人质疑新北蓝营内部是否出现风向变化 欢迎订阅我们廖文谱黄运晨新北市报道